在本视频中,您将学会双手传球的技巧,包括胸前传球和反弹传球。 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用双手传球,在比赛中这是非常实用的技巧。 传球技巧分为两个步骤来完成,双手持球,双手传球。 第一,双手持球。 摆好基本站立姿势,双手放在球的两边,食指张开,球大约在胸口的位置,肘关节不要张得太开。 手指指向您要传球的方向,拇指放在篮球的后面。 同时,您的身体要保持平衡,双腿微微弯曲,双脚分开,与肩同宽。 在开始传球的时候,请向对方的方向迈一步。 这样,篮球出手的时候,您容易保持身体的平衡,同时也能够加强传球的力量。 如果您的惯用手是右手,请向前迈右腿。 第二,双手传球。 双臂向前伸直,伸向您的同伴,和肩膀保持在同一条直线上。 大拇指发力,向前推球出去。 球出手以后,您的双手应该是掌心朝外,拇指向下的。 请注意,双臂的手肘不要太向外张开,这样会让手臂完全平举于身前。 在比赛的时候,您的传球速度要快,要准,避免让对手截球。 在传反弹球的时候,请使用同样的技巧,只是需要改变传球的方向。 您的同伴在接到球之前,球先会在地上反弹一下。 您要在两个人之间的地上找到一个反弹点。 球出手之后,您的肩膀、手臂和反弹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。 现在您就学会了双手传球的技巧。 您可以先对着墙练习。 练习时,您可以一点点拉开到墙的距离,直到动作自然为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